1993年,刚出生那天,胖护士抱着我往婴儿房走,结果呢,脚下一滑,摔了个大闲趴,还把我死死的压在了下面,要不是老子生命力顽强,还真就被这二百多斤的肉球给砸死了。 老爹没文化,到取名字的时候就懵了,刚好这时候电视里正在放李小龙的《猛龙过江》,于是老爹灵感当即就上来了,一拍桌子说道,就叫李小龙,真巧,我老爹就姓李。 将出生证明,交到相关的部门,给我落户口,结果也不知是哪个孙子弄的,愣是把李小龙写成了张小龙,于是我家户口本上出现了有史以来最大的笑话,我亲爹叫李国父,我叫张小龙。 我操你大爷的,究竟是哪个二斤脑残子给我漏的户口啊?你见过哪个儿子跟老爹不是一个性的? 但是家里呢是农村的,爹娘没文化,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了。 五岁那年,我穿着该汤裤,跟四个小朋友玩扔石头,结果把隔壁李大爷家的玻璃砸碎了,我发誓,碰到李大爷家玻璃的石头绝对不是我扔的,是其他四个小朋友干。 结果李大爷出来问,谁干的,这四个孙子的手同时就指着我,那叫一个默契,此处无声胜有声,我就糟了,好你们几个孙子坑我是吧,老子以后再也不跟你们玩了,我心里恶狠狠的想着。 结果后来老爹赔了人家玻璃钱,回家给我一顿臭风,六岁那年,我跟老妈屁股后面走, 咱却忘了老妈有随手关门的习惯,结果我脑袋被门夹了,当时就哇哇大哭,脑袋肿得跟大头怪婴一样,一个多月太小肿。 七岁那年,因为没把汉语拼音和英文字母弄混了,老是不让我从幼儿园升到一年级,结果我光轮的蹲斑了。 八岁那年,课间臭显摆,拿住一瓶建了一包饮料,在其他小朋友面前乱晃,结果打开拉盒的时候,饮料全都喷出来了,弄我通关小会的胸部湿打打的,我干嘛帮他擦呀。 结果这是上课人想的,老师进来了,是个秃顶的中年人,长得还挺猥琐,也看到我正在小舞会的胸部乱揉,扯着汗子大喊一声,放开那个女孩。 然后把我领到办公室,对我进行思想教育,说我早熟,亵渎了女同学,性质恶劣,差点没把我开除,后来老爹给那孙子送了两只大公鸡,燕台孙把我留了下来,还说什么死罪可免,活嘴难逃,让我继续在幼儿园蹲一年。 九岁那年,我终于从幼儿园毕业了,老爹热泪盈眶,见谁跟人家说,我儿子又出去了。 十一岁,老爹打工的厂里面面临倒闭,关键时刻老爹出了一招,结果居然救了整个工厂。 董事长为了感谢老爹,提拔老爹为经理,并且让他带心学习,从汉语拼音学到金融管理,要说这人还真就是命,谁知道老爹一个农村出来打工的,也能遇上这种好事。 童年,我和几个小朋友去别人家的院子挑苹果,结果被人家的狗发现了,猛追我们,我们玩命的跑,也不知道咋回事。 我明明跑在最前面,但那只狗偏偏就看上我了,超过了其他几个小朋友,将我扑到在地,一顿狂咬,那几个孙子也忒不够仗义了,全都跑得没人了。 后来去医院缝了好几针,还打了狂痊愈疫苗,学校怕我传染给同学,特别放了我六个月的长假,比他们暑假假期还长,这下可爽死我了。 与此同时,老爹工厂的董事长在城里给我买了套楼房,便与老爹上班,于是我又担家了,我和那几个坑了我十几年的孙子,说拜拜了。 十二岁,老爸老妈不在家,我想擦擦玻璃,给他们一个惊喜,结果没占纹,直接摔了下去,我家住二楼,就他妈住二楼,但我却摔断了一条腿。 十三岁,跟小学同学跑到厕所里抽烟,教导主任忽然来厕所抽查,这些孙子们都非常有经验,烟头直接就扔进厕所并冲水,然后麻烈的从口袋里掏出了口香糖猛嚼, 只有我还傻逼合合的挑着眼睛对着殉导主任傻笑。 十四岁,对女生表白失败,决定买瓶农药刺杀,我用一百三十块钱从农药店老板手中换来了农药,结果喝出了一块脚趾去,当时就吐了,吐了整整一碗,第二天早晨就已经虚脱了。 十五岁,回头望去,发现自己的生命中充满了悲剧,第二次买农药刺杀, 这次学聪明了,换了一家农药店,结果满怀了之后扭开瓶盖,发现居然中了个再来一瓶, 我热泪盈眶,心说你妈十五年了,十五年了呀,我喝饮料终于中了再来一瓶,当时我也顾不上自杀了。 拿着瓶盖就往农药店大步跑去,找老板又换了一瓶,然后傻笑着返回家中, 之前老爹老妈坐在沙发上,没了盖子的农药瓶放在茶几上,他们一脸冷峻的看着我, 结果我又挨了一顿丑奏,从那以后我发誓,再也不乱喝农药了。 十六岁,站在电线杆子底下撒尿,谁知道电线杆子露电了, 马匹差点没把我电死,我当时就哭了,你们我招人惹谁了, 我他们就想撒个尿,差点没把自个儿命装没了。 十七岁,考上了附近的一座普通高中,自费, 我的成绩单可以用一句诗来形容,前面人山人海,后面唯我独尊, 所以能考上了个自费的高中,就应该稍高香了。 虽然成绩差,到处第一啥啥,但毕竟还是考上高中了, 老爹决定,百升学研。 同年,老妈给我买了一辆各党的125, 让天天骑上上学,我也没啥意见, 学校距离家并不远,十五分钟左右就能骑到家, 骑着自行车日渐对自行车技术熟练, 现在我已经完全可以做到松开车把气, 就好像杂技一样,可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, 我送开车把的时候,没注意到前方的一颗小尸子, 结果把前轮胎压了上去,我直接摔倒了, 下巴挂钩摔掉了,躲避骨折, 老爹老妈赶忙给我送到医院住院治疗, 在医院住了七天,胳膊打了石膏, 下巴的挂钩也再次被挂了回去, 出了三个月的女朋友到医院来探望我, 留下了一句,你是个好人就走了, 我心说其实你想骂我傻逼的啊, 也对,谁能忍受自己的男朋友, 小时候被门架过,幼儿园连敦两年, 从二楼掉下去,把腿摔断了, 二度喝农药刺杀失败, 尿和尿差点没被垫死, 骑客自行车还能把下巴挂钩摔掉了的猛难呢, 出院那天,医生告诉我, 下巴钩掉过一次之后呢, 以后就会很容易再掉下来, 所以他教了我怎样介好自己的下巴挂钩, 并且让我注意, 以后吃饭不能嚼得太快, 说话速度不能太快, 不能张大嘴巴, 喊叫, 甚至唱歌, 尽管我已经尽量注意这个问题了, 但是还是时常发生了事故, 有次中午在时常吃饭的时候, 吃着吃着, 下巴就掉下来了, 口水滋溜, 结果对面三个老娘们骂我臭远胆, 臭流氓, 我就日了, 我眼光再查也不可能看见你们三个恐龙流口水吧, 真他妈无语了, 很快, 我的大名就在整个高中传辩, 在庆天市第二中学, 你可以不认识第一小花, 但绝对不可以不认识第一笑话, 张小龙先生, 不管怎么说, 哥们我也算是个名人, 在学校里的回头率高达90%, 每个人都在背后窃窃私语, 班级里没有人愿意和我交朋友, 无所谓, 他们是有眼不识泰山, 根本就没发现我猛男的一面, 现在已经是十月中旬, 晚上放学的时候天色已经完全暗了下来, 骑自用车回家的路上, 发现前面有一群人正在围观着什么, 出车祸了, 我这人比较喜欢看热闹, 推着我心爱的各党的药物往前凑, 好容易挤到了前面, 还没等着看清楚形势, 只听一个苍老的声音颤抖的喊道, 孙,孙,孙子, 快救救爷爷, 只见一个邋遢邋遢的老头, 趴在马路边伸出食指向了我, 我指着鼻子问他, 我? 这老头我根本就不认识, 但我确定他指的就是我, 哥们我一直点呗, 看热闹还捡便宜, 捡个便宜爷爷, 这事也不算稀奇, 饱受摧残的我已经麻木了, 就是你啊, 大孙子, 老头喊的那叫一个起劲, 虽说哥们我一直点呗, 但这并不代表我支撑体啊, 我点点头问道, 你知道我叫什么名字吗? 郑小龙, 老头迅速而有简洁的回答, 你怎么知道的呀, 我惊吓得失声问道, 这是旁边的路人说道, 小子, 你是二中的同学吧, 竟然假装不认识自己的亲爷爷, 这品德太差了, 我要去你们学校, 跟你们校长谈谈, 老头也说道, 大孙子, 快来扶我一把, 爷爷把你从小养大, 你要孝顺爷爷呀, 孝顺你奶奶, 今天绝对是我有史以来, 最点倍的时刻, 如果我现在不去扶老头, 很可能被学校开除, 如果我扶起他呢, 这老家伙很可能就是个碰瓷的, 以后赖上我了, 碍于那么多人为官, 我只能带到老头的身边, 将他扶起, 老头立正说道, 嘿嘿, 很疑惑我为什么知道你名字吧, 你胸口的笑签, 暴露了你的身份, 我当时就握了一个草, 差点没松手把它扔回去, 将老头扶起之后, 人群渐渐散开了, 我推着各两个药, 我跟老头慢慢的向远方走去, 走了三分钟后, 我说道, 这是去警局的路, 你到底是不是我爷爷, 很快就有答案, 刚才人多, 我懒得给你整, 咦, 小子, 没看出来啊, 挺聪明的吧, 老头儿闹了闹屁股说道, 其实我这次来姓天室, 就是来找你的, 因为你天生就是赤使命, 你才赤使命呢, 我条件反说的回来一句, 尽管老师叫到我们要曾老挨幼, 但这老家伙冒充我爷爷不说, 还骂我赤使命, 这就让我无法认手了, 不不不不, 不是赤使, 是赤使, 老头儿纠正道, 这种命格的人, 百年难得一见, 非常适合当我徒弟啊, 我有些不耐烦的说道, 如果不想去警局, 我就要回家了, 另外建议您去参加, 三院单飞七日游, 老头儿又猥琐的挖了挖鼻孔说道, 就知道你不相信, 小子我问你, 从你出生以来, 是不是运气一直很差啊, 从来就没有好过, 我听到这里, 露出了惊讶的神色, 老头儿继续说道, 从你出生以来, 不管发生过多么危险的事, 你也没死过, 对吧, 这就是赤使命, 霉运缠身, 直至死亡, 只有修炼倒数, 方可缓解这种情况, 如果你相信我呢, 明天下午三点, 到静天室儿童乐园门口等我, 如果你不来呢, 就证明我们没缘分, 我也不会再找你了, 说着, 老头儿转身就走, 没走几步, 身影便突兀的消失了, 这个情景吓了我一大跳, 活见鬼了, 大货人怎么可能凭空消失了, 我赶忙骑上我的各党的125, 狠狠的蹬着, 一溜烟的跑回了家, 第二天上课的时候, 我依然在想着昨天晚上发生的事, 那人看起来好像是个老骗子, 又骂我吃使命, 但他说的全都对了, 我这些年虽然有点点呗, 喝过农药, 被高压电洗礼过, 但却没有发生过生命危险, 而且那家伙又说什么倒数, 我到底要不要去赴约呢? 下午, 我鬼使身材的翘刻了, 两点五十七分, 来到了儿童公园门口, 一个男子神秘凑到了我身边, 张晓蓉, 我是, 有一位老人家找你, 不过你必须对上暗号, 我才能带你去见他, 什么暗号, 我一国的问他, 老骗子昨天没有提到暗号, 挺好, 凡海你不懂爱, 下一句是什么? 男子神神秘秘的问他, 我被雷个礼仪一交外难, 无奈的说他, 我不知道是慢号, 如果你不告诉我他在哪, 我就走了, 小兄弟你别急, 我和你开个玩笑而已, 他在鬼屋那边呢, 你得个去找他吧, 说完, 青年别走了, 这儿童公园我也来过几次, 不过却没去过鬼屋, 原因很简单, 我胆小啊, 不过老骗子在那边等我, 我只好一边问路, 一边向鬼屋走去, 鬼屋门口的长椅上坐着一个人, 胳膊上打着石膏, 一条绷带吊着胳膊, 我定睛一看, 发现此人不是别人, 正是老骗子, 我走过去问他, 老骗子, 你这是怎么搞的? 什么老骗子没礼貌, 他责怪了一句, 便继续说道, 昨天和你分开后, 转身没走几步, 就掉进下水井了, 我喊了你半天, 你也过来救我, 不会吧, 你昨天不是说什么, 让我跟你学习倒数什么的, 难道会倒数的人, 也能掉进下水道? 怎么不可能, 老子也是赤死命, 发生这种意外, 时代太正常了, 老骗子又闹了闹屁股说道, 原来老货跟我一样, 都是赤死命, 怪不得他那么碎了, 老骗子继续说道, 修炼倒数, 的确可以减轻这种情况, 我昨晚之所以会掉进下水道, 是因为我快死了, 功力呢早已经散尽, 没有功力保护, 才会没孕产生, 不过即使如此, 我也不会轻易死的, 因为赤死命的人只可能老死, 很少呢会病死, 或者发生意外而死, 老骗子, 你说的都是真的, 不过我怎么还是感觉你从三医院跑出来的, 白名字告诉我, 我要给三医院打个电话核实一下, 我正色的说道, 小的, 我没时间跟你扰弯子, 因为我执行下不到两个小时的寿命, 就要去地府报道了, 在这个期间, 我必须让你尽可能的了解自己的使命, 你就倒是听一小时的故事了没啊, 老骗子一改常态, 正色的说道, 好吧, 我点头, 坐在他身边, 我挺喜欢听故事的, 特别是这种玄幻类型, 谁让你坐下的, 马上跪下, 隔头叫师父, 我说老骗子, 还没答应你当独立呢, 老骗子道, 我无儿无女, 若你拜我为师, 待我死后, 你就是我遗产的合法继承人, 可以得到我毕生的继续, 就遗产, 我略微感兴趣的问他, 多少钱啊, 老骗子说道, 有五万元的现金, 和一百五十万的签条, 别人签你一百五十万? 不是, 老骗子摇摇头, 是我签别人一百五十万, 这钱以后就是你来帮我还了, 我二话不说转身就走, 比来还以为我以我是十来运转啊, 能得到一笔遗产, 现在看来, 如果我接受了, 马上就会欠下一百四十五万的外战, 奶奶的, 我果然还是那么底儿呗, 而此时, 忽然发现自己动不了了, 我的脚好像被什么东西抓住了, 但低头一看却什么都没有, 老骗子说道, 小子, 我告诉你, 你今天跑不掉了, 必须当我徒弟, 谁教你是赤使命呢, 不过放心, 虽然让你替我还站, 因为一个女鬼抓住了你的腿, 老骗子悠悠地说道, 我可是无神论蛇, 崇尚科学反对迷信, 这世间哪有什么鬼神呢, 老骗子你快点放开我, 不然我就大声喊救命了, 我威胁道, 老骗子从旁边的黑色背包里拿出一个玻璃瓶, 瓶子里面装满了透明的液体, 他扭开瓶盖, 将液体擦在了我的眼睛周围, 我挣扎着想要叫救命, 却发现自己发不出声音, 我先说完了, 这老骗子肯定是拐卖儿童的, 想把我拐走, 而老骗子在我眼睛周围涂完液体之后, 又不会常译上说道, 小龙儿啊, 你看看那边, 老骗子指着一个方向说道, 我往那边看了看, 只见不远处的路上, 一个骑自行车的青年, 就快要撞到了一个老人, 我赶忙喊了一声, 快躲开, 让我永远无法忘记的一幕出现, 那个青年和自行车, 竟然在老人的身体中穿了过去, 见到这一幕, 我张大着嘴巴, 吓不着挂钩, 又掉了下来, 那青年被我突如其来的喊声, 吓了一套, 低声骂了一句, 这他妈有毛病, 便走了, 而那老人转过身来, 只见他脸色发青, 双眼塌险, 对着我皮笑肉不笑的点了点头, 似乎在表示感谢, 我赶忙收回目光, 低下头不敢再看, 可是低头不要紧, 一低头却看到一个面目猙獰的女人, 整个脸已经完全腐烂了, 有很多蛀虫在他脸上爬来爬去, 他穿着一身白裙子, 正紧紧的抱着我的双腿, 我双目呆滞, 用僵硬的动作戒好下巴, 然后带着哭腔喊了一声, 有鬼啊, 老子本来就胆小, 见到这么过激的东西, 很快便爽得晕了过去, 当我再次醒来的时候, 发现自然躺在自己的床上, 借着月光看了下手表, 已经是十二点多了, 正当死时, 只见一个约有十八九岁的女孩, 站在我旁边, 她穿着一身白色的裙子, 极尖的长发披散, 双目有神, 下巴尖尖, 有种古典美, 我揉了揉眼睛, 自言自语的, 一定是吗? 不过小姐, 你看起来有些眼熟啊, 这样你看起来, 是不是更眼熟了? 她轻轻的说道, 说着, 只见她面容一变, 面部完全崩溃, 有很多的柱种在脸上爬来爬去, 我露出了变逆的表情, 大喊一声, 鬼啊! 虽然嘴巴张得老大, 但是却没有任何声音发出的, 由于张嘴的关系, 下巴挂钩又掉了, 我双腿颤抖, 眼看着就要尿出来了, 老子本来是胆小, 再加上近距离欣赏女鬼, 能保持还没晕过也就已经很不错了, 她袖子在脸上一抹, 又恢复了正常的样子, 然后轻轻的闻道, 哼, 你现在相信世界上有鬼了吧? 我连名点头, 目光珠露出了哀求的神色, 表示求他放过我了吧, 他依然轻轻的说道, 放心, 我不会害你的, 如果以后你听话, 我也不会吓你, 现在我让你可以开口说话, 但是你不能喊叫, 否则我就天天吓你, 听懂了吗? 形势逼人巧, 我赶忙点头应许, 先将自己的下巴尖好, 咽了咽了口水问道, 女侠, 你到底想怎么样了, 劫财, 我没有, 劫色, 我还难看, 要不我给你介绍一个帅哥, 他又变成了恐怖样子的说, 我不要帅哥, 我赶忙捂着眼睛, 用空想说的, 不要帅哥, 不要帅哥, 那你快变回去了, 这是这样吧女侠, 我把自己的全部积蓄, 二百五十块钱全给你了, 只要你不杀我, 不接我责, 让我干什么都行, 说着, 我从手指缝偷偷的看向他, 发现他已经变回了正常的样子, 才松了口气, 将手放下, 女鬼轻轻的说道, 你现在是牛天师门下第五十四代传人, 兼第五十四代掌门, 等一下, 我打的呢, 只听说过张道林张天师, 没听说过什么牛天师啊, 女鬼解释道, 牛天师是张天师众多弟子之一, 修为精神, 只不过他并非嫡系, 所以后来便自立门户, 你也可以把自己当成是张天师门下第五十五代传人, 从今以后, 你必须以维护阴阳两界和平为己任, 出屈鞋捉腰造福百姓, 你的意思是, 维护世界和平的任务就交给我了, 别说笑了女侠, 我现在看见鬼腿都多了, 再说了, 你让我屈鞋捉腰, 你不也是个鬼吗, 难道我把你也抓起来, 哎, 对了, 老骗子呢, 不一样的, 我不是普通的鬼物, 更何况你也没有能力抓我啊, 至于大师, 他已经先逝了, 灵魂已经去幽冥报道, 不过他以后说如果有机会的话, 他会联系你的, 等等女侠, 我还没承认是他徒弟呢, 女鬼轻轻的说道, 你现在不承认也没用了, 因为你已经继承了他的遗嘱, 得到了大师留给你的遗产, 包括五万元现金, 一百五十万的欠条, 神兵成影剑, 一瓶牛眼泪, 一套牛门历代详摇记载, 一本符咒大全, 还有一本, 一本精装的金瓶梅, 女鬼说到这里, 语气变得有些不自然了, 我也愣了一下, 女侠, 这金瓶梅也是道家的书籍啊, 不是, 这本书是大师自己的收藏, 他让你过几天给他烧过去, 只有亲近的人上, 他才能收到这本书, 我哭丧着脸说道, 女侠, 看你知书达理, 而且你也知道, 我根本就没答应得撩骗子, 要当他徒弟, 你就放过我, 我胆小, 我真不适合干这孩啊, 谁知女鬼竟然点了点头, 正当我暗暗窃喜的时候, 只听女鬼轻轻的说道, 可以, 不过以后, 我每天都会来吓你, 你吃饭的时候, 我坐在你对面, 你睡觉的时候, 我躲在你床边, 你上课的时候, 我在你面前飘来飘去, 当然, 我不会杀掉你, 到底想要什么样的生活, 你自己选吧, 话都说到这种程度了, 我能不答应, 不然的话, 肯定会被女鬼折磨到精神分裂, 吃饭的时候, 她变成恐怖的样子, 坐在我对面, 我还能有食欲吃饭吗, 估计上顿吃的, 都得吐出来, 在女鬼的多重威胁下, 我暂时妥协了, 此时准备好讨好女鬼一下, 此时准备讨好女鬼一下, 将她拉到我的沾线上, 省得以后下锅, 我说女侠呀, 你以前是不是经常受到鲁骗子的迫害呀, 放心吧, 既然她都死了, 你就自由了, 东西也给我送到了, 现在我要睡觉, 你走吧, 谁知女鬼, 竟然语气阴冷地说道, 他是你师父, 你对他的称呼要尊重, 大师是个好人, 若不是这次着急, 他也不会草率地选你做徒弟, 更不会给你留下外债, 不过你放心, 我会帮助你的, 我跟随大师多年, 可以在道术上给你一些指点和帮助, 鬼还可以教人道术, 我被掖了一下, 人有人道, 鬼有鬼道, 跟随大师多年, 对于道家的法术, 我有一些了解, 可以直连你这个初学者入门, 女鬼的意思很明显, 以后我们会经常见面, 而且他还要充当我师父的角色, 这他妈是现实版的杨过瑜小萌女, 我深呼吸了一下, 女侠, 今天发生的事太多了, 我想整理一下思绪, 你可以先离开吗, 明天白天带来找我, 人对黑暗的环境会感觉到恐惧, 如果是白天呢, 恐惧就会得到很大程度的缓解, 女鬼没有再说什么, 一闪身便消失了, 我把脑袋蒙在被窝里, 哆哆嗦嗦的总算熬到了天亮, 下楼的时候, 我是步步为营, 生怕女鬼会突然窜出来, 好歹女鬼并没有出现, 我推开单元门, 长吐了一口气, 感觉如是重负, 早晨起床的时候, 我将那个黑色背包放进了衣柜的最里面, 免得被老妈发现, 而那背包里也确实放着五万元现金, 一个装满嵌条的防水打蛋, 一个没有健身的剑柄和基本书, 还有一瓶玻璃瓶的液体, 推着各党125走在校园, 依然万众瞩目, 我微微一甩头发, 引起了附近无数女生的尖叫和声音, 以及窃窃自语, 比如我附近的两个老娘们就在校上的嘀咕, 快看, 那傻逼, 不管怎么说呀, 哥们儿我如今也是个掌门, 又岂会和这些凡人一般见识, 将自行车锁好后, 一路进入了班级, 进班级之后, 忽然想起昨天的作业还没写, 于是赶忙拿出练习题和硬币, 抛硬币做选择题, 用正面选A, 反面选B, 隔三差五选CD的套路, 用时57秒, 搞定20道选择题, 然后便趴在桌上开始睡觉, 昨晚睁了一夜的眼睛, 现在必须把睡眠补回来太行, 过了一会儿, 上课铃响了, 老师喊了一句上课, 众人有气无力的喊了一声, 老师好, 由于我坐在后排, 而且又是传说中的第一笑话, 身份摆在这, 所以就算不行, 老师也不敢说什么, 只听老师说道, 同学们好, 请坐, 今天我们班来了一位新同学, 下面请他自我介绍一下, 接着, 只听一个柔和的女生说道, 我叫周慧青, 请大家多多关照, 雷霆班的掌声响了起来, 把我反的捂住了耳朵, 作为学校中奇葩般的存在, 没人愿意和我坐同桌, 所以整个班级呢, 只有我旁边的位置还空着, 我感觉到新同学到了我旁边, 而且还带了一阵阴风, 让我不信打了个寒碜, 睡意消遣了三分, 不过我依然没有抬头, 而是继续睡觉, 等我睡醒的时候, 发现已经是中午放学了, 而且班级的人也走了大半, 我揉了揉眼睛, 骑着隔两子125, 回到了家中, 老妈早就准备好了饭菜, 一面吃饭, 老妈一边问我, 儿子啊, 上午有没有认真听讲啊? 我找了个借口, 蒙混过关, 吃完饭后, 躲到了自己的房间中, 拿出老骗子的遗物, 研究了起来, 那瓶液体是牛眼泪, 我曾经呢, 看过一个电影, 里面说牛眼泪啊, 可以让人看见鬼, 本来以为是扯淡的, 没想到原来是真的, 而且这电影里的牛眼泪是蓝色的, 而这一瓶呢, 却是透明的, 还有那个奇怪的剑, 只有剑柄, 没有剑身, 昨天女鬼说这个叫什么成影剑, 不过我不晓得怎么使用, 符咒大全, 看上去很破旧, 一共呢, 一百多页, 每页都画着一种绘色难懂的符咒, 完全看不懂这些符咒是干嘛用的, 牛门历代, 行妖记代, 里面大都是繁体字, 我这个连简体字都看不全的架构, 又怎么能看得懂呢, 最后, 我将目光移到了精装版, 金屏眉上, 分开书籍仔细的研究了起来, 到了十二点五十的时候, 老妈在外面敲门, 儿子, 该去上学了, 不然迟到了, 我意犹未尽的把书盒上, 将他小心的放回包裹中, 想了想, 将那个剑配别在了裤腰带上, 听说这是神兵啊, 有了这玩意儿, 走夜路也能给我装装胆, 到班级的时候已经一点二十了, 我座位旁边坐着一个挺漂亮的女孩, 此时有几个色狼正在跟女孩搭设, 女孩似乎认识我, 见我进来后, 主动站了起来, 让我坐到里面去, 她性格比较外向, 主动说道, 你好, 我叫周慧清, 你呢? 张小蓉, 我简短的回答道, 此时我的思想还沉寂在金屏眉当中, 这本书果然是神作呀, 唐僧就是为了这本书, 不愿万里从东吐大唐远复西天, 曹操就是因为没有看到了这本神作, 才得了头疼病而死, 虽然这本书不是四大名著, 但它在我心中的地位, 已经超越了四大名著, 老骗子喜欢这本书, 果然很有品味, 得知这一点, 我对老骗子感觉更亲近了一些, 而此时只听周慧清, 低声呼道, 小小蓉, 你以前是不是住在李家村的, 本名叫李小蓉? 咦? 你怎么知道的呀? 我惊讶地反问他, 他低下了头, 结结巴巴地说道, 我, 我是小慧? 不会吧, 小慧的名字是周小慧, 可是你, 你记得这么清楚呀, 我真的是小慧啊, 后来我家也搬到城里了, 然后改了个名字, 他笑眯眯地说道, 我从小到大呀, 就把一个人当成了朋友, 那就是幼儿园的同桌, 小慧, 我把饮料弄撒在了他身上那次, 他还主动地求老师原谅我呢, 想到这儿, 我不禁向小慧的胸部看去, 咦? 发育得还不错, 小慧伸手遮住了我的眼睛, 有些不自然地说道, 你, 你的性格还是没变呀, 他这句话, 实在暗示我, 好色呀, 我轻渴了一下, 继续趴在了桌上, 准备睡觉, 女侠今天白天都没来找我, 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, 估计今晚一定会出现, 而我晚上就别想睡好觉了, 所以要趁现在抓紧时间补觉, 应付晚上即将发生的噩梦, 可小慧却摇了摇我的胳膊, 赵小龙, 你怎么不听课呀, 父母给你拿钱是让你来学知识的, 不是让你来睡觉的哦, 我翻了翻眼睛, 刚想问他怎么这么啰嗦, 忽然一阵阴风挂过, 我又打了个冷战, 与此同时, 酷腰的位置传来一股暖流, 我向小慧说道, 昨晚我没睡好, 实在没精神听课, 你就饶了我吧, 还有天气逐渐转冷了, 明天多穿点衣服, 我的校服在你的桌台里边, 如果冷了你就穿上吧, 说完, 我又爬回桌上, 开吃不觉, 由于小慧坐在我旁边的缘故, 每到课间我身边就会乱哄哄的, 这些孙子们大献烟勤, 我只睡了两节课, 就再也没有睡意了, 抬起头看了看小慧, 发现他正在认真的听课, 还时不时的写笔记, 可着仔细一看, 我却发现了一些问题, 小慧的眉毛中心似乎有一堆黑气, 若叶若现, 眼花了, 我揉了揉眼睛, 发现那堆黑气还在, 我脑海中连线到了一个词语, 印堂发黑, 再加上小慧来了以后, 上午和下午, 我都感觉到一阵阴风, 好巧不巧的, 昨天女侠在我身边的时候, 我也有这种打冷战的感觉, 难道有鬼怪想害死小慧? 我不信皱起了眉毛, 如果这件事发生在其他人身上, 我才懒得去管呢, 可小慧的话呢, 我就不能袖手旁观了, 记得下午阴风出现的时候, 我酷腰传来了一股暖流, 现在回想起来, 发现正是剑柄的位置, 看来这玩意儿, 果然有辟邪的作用了。 晚上放学后, 我提出要送小慧回家, 他也没有拒绝, 我推着各党的125, 和他漫步在放学的路上, 小慧给我讲述了这七年来的经历, 原来他小学三年级的时候, 就搬到了城里, 因为他父母都在城里打工, 他转学到这边之后, 重读了一次三年级, 所以和我上学的进度吃拼。 现在他家在明湖小区租房居住, 明湖小区呢是老房子, 已经很多年了, 位置有些偏僻, 不过这边的租金很便宜, 我们走到一处偏僻的地方, 我说道, 小慧, 等等, 说着, 我将各党的125置在路边, 然后两只手向裤裆伸去, 小慧惊呼一声, 你要干什么? 我拿出煎饼解释道, 别误会, 我是想让你帮我一个忙, 这个东西呢, 帮我保管一晚上, 明天呢还给我, 可以吗? 小慧疑惑的接过煎饼, 略在惊讶的说道, 好像有一股暖瘤, 可能是我一直贴身携带, 所以它很暖了吧, 我笑了小说道, 将小慧送到楼下, 我叮嘱道, 小慧, 明天别忘了给我带回来, 千万别弄丢了哦, 知道了, 谢谢你送我回家, 你也早点回去吧, 路上注意安全, 小慧摆了摆手, 打开单元门走了进去, 我站在门口, 听到关门声, 才骑着自行车离去, 然而半路上, 车太闸了, 于是乎, 我只能悲催的推着回去, 折腾了一个多小时, 脸的纷纷一样, 终于回到了家, 老爹坐在沙发上, 冷着脸问道, 怎么这么晚再回来啊, 车太闸了, 我有气无力的说道, 老爷, 我都快饿死了, 有什么话, 等我们吃完饭再说, 行不? 老爹小骂了一句, 小兔崽子, 我纠正了一句, 我们老师说了, 千万别骂儿子小兔崽子, 或者小王八蛋, 对家长不好, 说完, 我便溜进了厨房, 看老妈正在做什么好吃的, 原来他们一直都在等我吃饭, 老爹现在很厉害了, 年薪十八万, 还略有油水, 每年来家里送礼的人都不少, 所以我家的生活水平还是很不错的, 每顿饭都有三四个菜, 有肉有素, 老妈炒好了菜, 我们才开饭, 老爹问我最近有没有认真学习, 我的回答是, 你自己的儿子, 自己还不了解吗? 老爹被我噎了一下, 吃了几口饭道, 混完高中毕业证, 你就去当兵吧, 家里花钱给你买个安置卡, 回来就有固定工作了, 这年头上不上学也无所谓了, 只要你有钱, 小学问话也可以当老师, 如果你没钱, 本个大学生也不仅能找到对口的工作, 我说, 老李啊, 你这话说的太现实, 老爹说, 这社会就这么现实, 一个小兔子来的动个屁, 没办法, 降不过老爹, 我扒了几口饭, 就回到了自己的房间, 将门锁着, 准备继续酷毒, 金瓶梅, 新闻大观人说过, 人要多看书, 使自己充实起来, 我将黑布包翻了出来, 将手扇了进去, 刚要摸出金瓶梅的时候, 忽然感觉身边刮过了一阵凝风, 不好, 有鬼, 我的动作停顿了下来, 然后发现身边多了一个人, 应该说是一个鬼, 因为那正是女侠, 我从黑布包里摸出了符咒大拳, 装模作样的看了起来, 翻了几页后, 假装刚发现女鬼的到来, 对他笑了一下, 小兔说了, 女侠, 你来了, 女鬼问道, 程颖剑呢? 你说那个剑饼? 程颖剑的剑身是无形的, 虽然你只能看到一个剑饼, 但实际上它是有剑身的, 在阳光下就能显示出剑身的影子来, 程颖剑是古代十大名剑之一, 价值连城, 更是驱邪必妖的神兵力气, 你究竟放到哪里去了? 我能感应到, 程颖剑并不在这间房子里, 等等女侠, 你说程颖剑价值连城? 那是不是要把它卖了, 我就可以把那一百四十五万的外债还了呀? 我嬉皮笑脸的问道, 闭嘴, 这是一块朽木, 罢了罢了, 既然你这么不情愿, 我也不为难你, 把程颖剑还我, 从此我不会再来找你, 那些外债也不需要你来还, 我还真想答应了, 不过程颖剑现在在小慧手里, 而且小慧又有麻烦, 我必须帮助小慧才行, 再说, 我现在已经知道世界上有鬼了, 如果能学到驱鬼的办法, 自然最好, 于是我深沉的说道, 女侠, 你别生气, 我已经做好准备了, 来吧, 传授我倒数吧, 真的? 女鬼问道, 是的, 我发现原来师父跟我有很多相似的地方, 师父他老人家既然选择了我, 就说明我们之间是有缘分的, 我会尽力学好到处的, 那些外债什么的, 我也会尽力偿还, 当然, 女侠你可要帮我才行, 这个是自然的, 女鬼说道, 首先呢, 自我介绍一下, 我叫慕容黛宇, 慕容黛宇, 好名字, 以后就叫她黛宇小姐吧, 我心中暗想, 黛宇继续说道, 我本宋朝人, 由于死的冤屈, 所以变成了厉鬼, 围惑一方, 直到三十年前, 大师感化了我, 不过我却很难再去投胎, 大师说, 除非找到一件宝贝, 才能帮我重新去幽名投胎, 所以我就跟大师游历了天下, 一边帮他驱邪, 一边寻找我需要的那件宝物, 我好奇的问道, 是什么宝贝啊, 黛宇说, 我现在还没有资格知道, 我现在知道, 黛宇不会害我, 于是我胆子也大了起来, 直接问出了我的疑惑, 黛宇小姐, 我想问一下, 是不是所有的鬼接近人的时候, 人都会感觉到阴冷啊, 黛宇耐心的解释道, 差不多, 不过道心高的鬼, 可以隐藏自己的阴气, 接近人的时候, 未必会让人觉得寒冷, 而我是因为前阵子受了重伤, 封不住自己的阴气, 所以才会让你感觉到寒冷的, 我点了点头继续说道, 黛宇小姐, 听你的意思, 短时间内你似乎不能动手, 那我问你几个问题了, 就第一, 我怎么才能看见鬼啊, 黛宇回答道, 你现在仍然是肉眼坟胎, 并不能随意见到鬼怪, 你之所以能看到我, 是我故意让你可以看到的, 当你修炼出天眼的时候, 就能够随意见到鬼怪了, 就连妖怪化人, 鬼附身也可辨别, 至于现在的阶段, 你可以在眼睛上涂抹牛眼泪, 便可以见到鬼怪, 每次涂抹有效时间, 为一个小时左右, 为什么涂了牛眼泪, 就能看见鬼啊, 我疑惑的问道, 这个问题, 大师曾经给我讲过, 黄牛是通灵的生物, 在被人杀掉之前, 他们知道自己的死期就要到了, 所以呢, 便会流下眼泪, 这牛眼泪并有通灵的效果, 没想到, 黄牛懂得还挺多, 我笑嘻嘻的说道, 那第二个问题, 我今天在街上看到一个人的眉心, 有团黑气, 而且经过他身边的时候, 还有一种阴冷的感觉, 这是怎么回事啊, 我并没有说出那个人, 就是小慧, 两枚之间的位置, 叫做印堂穴, 也是道家的上丹田, 在相学上, 这个穴位是看向最主要的部分, 我并不是很了解, 不过如果是黑气环绕的话, 有两种可能性, 第一, 那人是修炼邪功的, 印堂穴有阴风缭绕, 也不奇怪, 第二呢, 就是那个人被鬼缠住了, 而且已经缠了很久, 不是一天两天, 那个鬼并不想杀害他, 但是鬼和人在一起时间久了, 人就会阴气筋体, 变得体弱多病, 而且印堂穴也会出现阴风, 这种情况如果继续持续下去, 那个人就危险了, 但于小姐什么都懂, 竟然还懂得看向, 要不是时间紧急, 我还真想让他给我看看面相, 不过听他的意思, 小慧现在的处境似乎很危险, 于是我继续旁敲击地问道, 带于小姐, 那身为牛家掌门的我, 如果以后遇到这种情况, 应不应该管呢? 这个自然要管的, 因为那个鬼已经威胁到了人的性命, 我说带于小姐, 你也是个鬼, 怎么胳膊肘往外拐呢? 带于的回答很简单, 我以前也是人, 我又问带于, 如果现在就碰到那个鬼, 应该怎么解决呢? 他说, 你现在根本连最弱的怨鹰都打不过, 更别提那种怨鬼了, 你现在的主要任务就是修炼, 先从体力锻炼开始, 明天早晨四点钟起床, 下楼去跑步, 我会给你带来两个沙袋? 不跑行不行吗? 我哭上这两问道, 放心, 明天早晨我来叫你, 你一定会起床的, 带于说完, 身影便消失不见了, 危险, 这是赤裸裸的危险, 哎, 一个恐怖的女鬼来叫你, 吓都吓死了, 谁也敢来访啊, 不过他竟然鄙视我, 说我现在连最弱的鬼都打不过, 哼, 我还就不信了, 我一定要帮小慧, 说着, 我拿起了符咒大拳, 苦毒了起来, 毒了不到三分钟, 就迷迷糊糊的睡过去了, 这祸的效果, 哼, 比安眠药还好啊, 不知过了多久, 在我睡的正开的时候, 忽然听到一股, 感到一股音机扑面而来, 下意识的睁开眼睛, 发现戴鱼正站在船边, 我二话不说, 马上起床穿衣服, 因为我知道, 如果赖床, 戴鱼一定会给我好看的, 使食物者为俊杰, 戴鱼满意的说道, 今天给你带来的沙袋, 每个十公斤重, 你的任务就是绑着沙袋跑五公里, 跑不完就不准吃早餐, 也不准上学, 女侠, 有没有搞错呀, 让我带着四十斤的沙袋跑五公里, 你不想去? 想, 我赶忙点头哈要回来, 结果把他惹成, 如果把他惹成起了, 后果一定很严重, 很严重啊, 不过带着四十斤的沙袋跑五公里, 这他妈是想累死啥小子呀, 一小时零二十分钟, 终于完成了任务, 我累得上气不节下气, 胸腔火热, 仿佛快要吐血了, 汗水已经湿透了衣服, 粘在身上很难受, 双腿麻木, 仿佛不是自己的, 连洞都懒得动, 连滚带爬上了楼梯, 直接栽倒在床上, 戴鱼站在旁边说道, 你衣服还不错, 而且我并不是故意折磨你, 而是你入门太晚, 身体基础太差, 必须赶快让你的体质增强, 否则是无法休息倒数的, 我累得说不出话, 哼哼了两声, 待遇无声不息的离开了, 老妈叫我吃饭的时候, 我没吃, 而是拿着一包饼干, 有气无力的出了门, 孙佣船昨晚车胎被扎, 还没去修, 所以今天不能起了, 只能打车去学校, 晃晃悠悠的进了校园, 再一次万众瞩目, 我早已经习惯被人迷恋和崇拜, 不过他们爱慕和嫉妒的目光, 直接进入了自己的班级, 小慧还没来, 我直接趴在了桌子上, 闷头打睡, 早晨体力消耗的太多了, 现在已经完全没精神, 再去听讲了, 迷迷糊糊中, 小慧叫了我两次, 我哼哼唧唧的回了他两句, 他见我实在不起来, 也就不叫我了, 直到中午放学的时候, 小慧把我邀请, 张晓龙, 你怎么又睡觉啊, 这样是不行的, 还有, 剑饼放在你的梦堂里了, 我从桌洞里, 拿出剑饼, 塞进书包, 然后拎着书包和小慧一起走出了小园, 回到家中, 吃过午饭, 我决定今天下午就帮小慧解决麻烦, 不过目前我对道法根本就是一笑不通, 好在有牛眼泪和成影剑, 牛眼泪可以让我看到鬼魂, 成影剑是什么古代十大零剑, 昨天女侠也说了, 这东西是虚邪的神兵力气, 所以虽然有些胆怯, 但是神兵在手, 还是给我增加了一些勇气, 我将玻璃瓶桌的牛眼泪, 塞进书包里, 成影剑也留在了书包之中, 从钱包中拿出了我的全部积蓄, 250块钱, 早早的就出了家门, 跟老妈说我要去书店买书, 到了书店后, 我买了一本繁体字字典, 由于牛门历代香药记带, 全是用繁体字写的, 所以我必须买一本繁体字字典, 才能看得懂, 下午进班级的时候, 小慧还没来, 班级里也没多少人, 我将牛眼泪从包里取出, 用手指沾了一点, 擦在眼睛上, 黛玉说过, 每次擦牛眼泪有效时间, 一个小时, 将牛眼泪放进洞堂, 我环顾班级, 并没有发现什么鬼怪, 正当我琢磨为什么的时候, 一个男孩坐在了我旁边, 略带嚣张和嘲笑的说道, 哼, 笑话, 今天来的挺早啊, 这个男孩叫夏超然, 身高1米75左右, 有俄罗斯血统, 头发发黄, 蓝眼睛, 脸上带有傲气, 仿佛觉得高人一等似的, 他的确有嚣张的本钱, 长得帅, 学习好, 家里有钱, 他家里是做企业的, 据说资产过亿, 我和他从来都没什么交往, 甚至没说过话, 于是我不嫌不淡的说道, 嗯, 原来是学习委员啊, 有什么指教啊, 也没什么, 就是警告你一下, 别和周卉星走得那么近, 否则我就给你好看, 这个城市里, 每天出车祸的几率都很大嘛, 所以张小龙同学, 作为走都生的你, 上学和放学的路上, 一定要小心啊, 说完, 他拍了拍我的肩膀, 起身回到了自己的座位, 同时也有一群老娘们围了上去, 毕竟夏超然就是传说中的高富帅啊, 听着夏超然的威胁, 我暗暗转了转拳头, 不过他说的也对, 凭他家的势力, 想要伪造一辆车祸, 一起车祸, 实在太简单了, 而我不是冲动的人, 知道什么人惹得起, 什么人惹不起, 如果今天得罪了他, 或许以后连我父母都会受到牵连, 但是他又在打小慧的主意, 说实话, 看到小慧女大十八遍, 我也喜欢小慧啊, 再加上小时候那次误会, 我们的关系很微妙, 夏超然这个花花公子, 说不定玩玩小慧就会把他一脚踢开了, 而我又不想让这种事情发生, 看来只能寄希望寄托在到处上了, 我此刻立志一定要许好到处, 从今天起将黛玉给我的任务超额完成, 他让我跑五公里, 我就跑十公里, 为了保护, 为了自己, 为了父母, 为了小慧, 最后为了阴阳两界的和平, 不一会儿小慧来了, 我目光向小慧的时候, 发现他的额头, 有很多黑气环绕, 应该是擦牛眼泪的缘故, 因为正常情况下, 我要很仔细才能看到一丝若有若无的黑气, 牛眼泪果然是好东西啊, 不知不觉见, 我对到处的威力更加深信不疑, 和小慧闲聊着以前村子里的事, 直到上课零人想起, 小慧说道, 小龙, 你要好好学习, 叔叔阿姨会很高兴的, 有什么听不懂的地方, 你可以尽管问我啊, 我随后答应了几声, 不再打扰小慧听课, 自己无聊的盯着课本, 在课本上乱画了起来, 画的正是符咒大全, 第一页的符咒, 昨晚看了几分钟, 倒也记住了这玩意儿的画法, 只是不知道有什么用, 整整一个下午, 我看着时间度过, 每隔一小时就往眼睛上擦一些牛眼泪, 可是并没有感觉到阴风, 也没有看到什么鬼怪接近, 唯一接近的就是夏超然, 用研究练习题的借口, 贴近小慧, 还眯着眼睛不善地扫了我眼, 到了晚上放学的时候, 我依然提出送小慧回家, 他也没有拒绝, 至于夏超然, 他是出校手, 不可以随意出校门的, 今天没起各档的要务, 所以我和小慧慢慢散步, 只是在路上, 我发现了几个面目苍白, 飘来飘去的鬼, 于是我也面色苍白, 说话的语气都有些不自然了, 小慧问我, 哪里不舒服, 我忽缘乱造了个借口, 说大衣服来了, 来到小慧家楼下的时候, 一股阴风出现, 只见一个满身血迹的婴儿, 从单元门冲出来, 单元门是锁着的, 这个满身是血的婴儿是飘出来的, 而且直接就趴在了小慧的后背上, 小慧哆唾了一下, 小声嘀咕道, 好愣, 然后看向我, 笑了一下说道, 谢谢你送我回家, 我牙关有些打颤, 心说小慧果然是被鬼缠住了, 麻痹的小鬼长得太寒承了, 我忍着恐惧, 不去看着小鬼, 强笑了一下, 从书包里拿出成年间的剑柄, 递给小慧道, 小慧, 麻烦你再帮我保管一下这个剑柄, 明天换给我, 我刚取出剑柄的时候, 那个小鬼便不安了起来, 瞪着通红的眼珠子, 丝丝的盯着我手中的剑柄, 仿佛很是忌惮, 小慧接过剑柄, 只见一道黄光瞬间将小慧身体笼罩, 那个小鬼惨嚎, 被黄光弹飞了出去, 有效, 这种镜头以前只是在电影里看过, 没想到如今本帐门也有了这种手段, 心中的恐惧渐渐退去, 我对小慧说道, 好了小慧, 你回去吧, 好好为我保管剑柄, 千万别弄丢了, 小慧回家之后, 我也得意的向自己家走去, 可是走着走着, 却发现了一件恐怖的事, 差点没当场把我吓尿了, 那小鬼正在跟踪我, 一直飘在我身后五米左右的位置, 而且我还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事, 就是我已经走了十多分钟了, 但是一直在某路灯下转悠, 这路灯上贴着各式各样的小广告, 什么老中医专制性病, 什么批发印度神游, 还有班阵的, 最让我记忆深刻的就是路灯绑着个破步, 随风飘来飘去, 我已经在这里撞悠了很久了, 按理说应该早到公路了, 难道说这就是传说中的鬼打墙? 想到这儿我差点没吓死他大爷的, 奔杖门刚开始学习这一行, 别刚上来就给我玩这么高难度的, 行不行啊, 我深呼吸了一口气, 心说现在不是慌乱的时候, 既然打不过小鬼, 那就只能装逼打法了, 我猛然转身, 对小鬼历声喝道, 你那小鬼, 本道长有心放你吧, 你却不实好歹, 难道真要本道长出手将你打得神星俱灭? 阿弥陀佛哈里路亚, 积极如立令, 小鬼还真被我唬住了, 飘在那儿一动不动, 但紧接着他眼中红光一闪, 便向我扑了过来, 我当场就握了一个草, 来不及多想, 撒腿就跑, 但跑着跑着只就一股阴风进入针天, 就好像冬天光着膀子站在雪地里一样, 让我不停的打哆嗦, 不停奔跑, 不停奔跑, 也不知道怎么就跑到了公路, 我赶忙拦了个急轮车, 坐在车上不住的发抖, 我现在还是觉得冷, 回到家中, 我从柜子中翻出羽绒服, 老爹问我怎么了, 我说冷, 他摸了一下我的额头, 惊呼一声, 好热啊, 拿出体温计一试, 发现我都收到39度了, 老爹老妈忙活着要把我送到医院, 而此时戴宇小姐除下了, 当然, 老爹和老妈是看不见爱的, 戴宇淡赞的说了一句, 阴气, 心体, 只要受走你体内的阴气就没事了, 我晚些来找你, 说着, 戴宇手按在我脑袋上, 五秒钟之后, 我就在全身舒爽, 再也没有那种寒冷的感觉, 真不愧是女侠呀, 我心中感叹一声, 对老爹说道, 老李, 别那么紧张, 说不定是体温计坏了, 我现在觉得好多了, 没有刚才那么冷了, 不信你摸摸? 老爹老妈又摸了一阵, 试了试体温计, 36度五, 我说, 这是虚惊一场, 赶紧吃饭吧, 我都快饿扁了。